谁和谁之间插开多少带就完全明白 我们这里面只是扯了一百万个点 所以具体到死家的这分析 我们看了 死家有个几种类型 C三星 我们现在看下来 C三星这个类型好像是从蒙古过来的 从蒙古租过来的 那么这些 这些成员从这蒙古来的 包括贵州的一个河南的几个福建的这一个 但是湖江之间还是距离还是有一点 稍微有点 那这O1A1P203这类型呢 大家都是从大鱼 大鱼查下来的类型 然后那个浙江的 浙江的类型呢比较接近 这几个非常接近 浙江和上海的类型非常接近 然后呢 这一个江西的也跟它比较近 台湾的也近 这就是寺明史 寺明史家 寺明史家 这个浙江有一个呢 稍微远一点 但是史上稍微远一点 然后呢 湖南这一个 湖南和海南的两者稍微近一点 但是他们跟那个寺明史家差距很大 但是那个史昭老师 您在这 您在这 您是跟江西的更近一点 我们江西四个点 对 跟江西更近 跟宁波七个点 对 对 但是呢 这一个呢 还是误差比较大的 还是要回过头来做做那个全全社区才行 对 那我们现在已经加进去了 就等着等着那个四季合成好了以后 就开始说 一直 那你全是可以 什么时候可以注册来 可以精确到带 精确到带 比如每个和谁差几带 对 这一次的检测是我们检测 准备检测 1400万个点 1400万个点的话 可以精确到两代之内 能精确到两代之内 所以这个结果的话 基本上就很稳合了 再根据 大概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注册了 现在一直在等着四季 和尘的很慢 本来说春节来的 直到现在还没来 这个是福西这一脉的 福西这一脉的 十元豪 十元豪家族就得忘了 湖南这两个在这 福建这两个是在这 一个福建一个台湾的 对 这三西的在这里 河北的在这里 上海的和河南的 对 紫产名字 那个台湾的是谁 那个是杰森 史嘉诚 对 史嘉诚跟他们一样 当然我也告诉你 他下午 建华老师会细一点 真的 然后这个是 宣元皇帝这一脉 对 就是内阳史家 内阳史家签出来的最多的 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内阳史家 就是内阳史家 签出来 不要要下建 不是内阳史家 福建的 河北的也比较近 然后浙江的是 单独一只 江苏的也是单独一只 中间有点远 福建之间有点远 北方的 北方的和福建的是一群 浙江的是一群 江苏的是单独一群 江苏的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从那个 中亚来的 中亚来的 这先是N1型 这是从中亚来的 中亚来的 江西的几个和上海的比较近 上海的两个也 互相之间稍微有点距离 这三家 江西的这几个呢 都肯定是很近很近的 就是我们一个 一个村里 一个村里 上海一个 跟他是完全 完全是一家的 对 我们是堂兄弟 堂兄弟 这样 我跟对于就是 这个就是 贵州的在这里 他们也不是特别远 反正都是N1型的 都是从中亚来的 然后在河北的一个呢 这个是R型的 也是从中亚来的 这个是D型的 这个就远了 这远了 这不是一类的 虽然把它放在一起 但不是类的 不是一个类的 完全不相干的 这个是P201 这个是一个小的类型 小的类型 互相之间 这个河南的 和其他两个 山东和河北的 这两个稍微近 河南这个稍微远 河南这一家稍微远 石胜军和谁 石小亮 这个可能有点距离 这个是神龙式的后代 但是互相之间的关系比较远 对 和互相之间的关系比较远 不成系统 不成系统 你说这四个人呢 是 这四个人 有两个 有两个是 那个史志华跟史峰威 是在一带 他俩是一个 他俩是一个 夏张之地 夏张之地 这是不是那样子 这个也是 夏张之地 好 这基本上结束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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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五人测试 也进行了分析 三的大类 欧有二 欧有三 然后还有 下边可以 有疑问 可以针对 李慧教授 我觉得最后这四个类型 就是神龙这四个人 你认为离着很远 他们之前 好像有一点距离 没超过一千年 一千年 超过一千年 超过一千年 接近两千年 但是是红尾跟四字华两个人 因为他是在夏张 他在夏张 然后跟一个 是联波 跟一个 陆陵业 他也要差 就闹着 对 对 这是他的一样子 这个 这个 马教授的这个 中大来的这一块 就是不死于 刚才讲的 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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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欧行 但是欧行 因为欧分开了 两大纪 对 对 更远 就这两个人 我们现在做这个基金家谱呢 反正如果你全国做同一个性的话 很多性的事情很差 对 就比如说潮家的 你如果不看家谱上面 潮潮的把它找出来的话 光看潮家的 那潮家的普通的类型 不看性是万的这个类型 是跟汉族的普通类型 是一样的 每个大性都是如此 每个大性都是如此 对 因为这个性 比如潮性 他说是从潮国来的 西都时候分的潮国 潮树正国来的 那么这潮国下面的老百姓 一个小国家 一个方国里面 老百姓全部都姓潮了 后来 这样子的话 他原来 本来就是不同家的 他全姓潮 他当然是 基因来自于不同类型 但是他 帝王上面 是来自于同一个 同一个小方国的 这么一回事 所以本来是一个小 小部族 小方国 后来变成了一个 一个姓氏 这样的话 他们本身就不同元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么 像有些姓氏呢 你家福记得比较清楚 比如孔家 那么他 他内部的这一字性就很强 这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是不是孔子 传下来孔家 只还有其他姓孔的 那做下来肯定又不一样 这是必然的 那现在看下来的话 死家的情况 比其他的家族 还要好多 好多多 我觉得 还比较 相对比较 就是汉武的六大类型 相对比较集中 因为那个 死家的性 大概有八种到十种来源 我下午会讲的 一旦会有这么多种情况 你说差 一代这年 差140年一个点 是讲的SMP SMP SMP 我们做了500万个点 做下来以后 这500万个点 你有多少个点 但是你要量 我跟这个谁 我跟美德 就不会差那么远了 有七个点的话 就不会那么远 那是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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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头做了 做了1400万个点以后 再看你们到底差多少 这就给出一个精确的值了 那么 死明的 整个精确的速度出来以后 对 再进一步分析 对 大肆的情况 对 对 是的 是的 那早上 李绘博士来 我已经问过他 这些 整个事情 到了以后 对 对 因为它死明史 是整个 从四门史开始 就是一千年 他这个知识 最容易搞清楚 他又主要的 都在宁国当局 没有散开 对 那些所谓外天的 现在基本上都否定了 对 是 自明认为自己是 湖南 不宜如我 这次动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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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